欢迎大家来到以斯拉培训网络的风貌古城 在御语节的延迹里面 他们还要吃的是什么呢 除了set up place 上面那六样的东西之外 就是包括有无教饼 为什么他们在御语节的时候一定要吃无教饼呢 是要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很趕 是趕不及令到那些饼和粉团发烤 因为正常粉团要让它发起上来 需要几个小时 但是当时法老王容许以色列人走的时候 他们怕不怕法老会后悔呢 肯定是怕的 所以当法老王容许以色列人走的时候 他们就急不及待 都等不及那些饼发起上来 就要急急的离开埃及 但是由于在旷野路上 太阳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在行李里面 所有未经发起的无教饼呢 全部都焗熟了 因此在路上他们所吃的 都是未经发起的无教饼 直到今天他们每年的御义节 都会再一次吃这些无教饼 纪念当年他们的祖先 是多么趕的离开埃及 在御义节的延迹里面 到底以色列人是怎样吃这一餐的饭呢 他们必须要跟着一本书 叫做Hagadah 这本书是按着区序的 来帮助他们去吃这一餐的延迹 所以一般他们要起码 预三个钟头以上的时间 来吃完这一餐的饭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会点起两支蜡烛 接着他们就会有一个赞美的祷告 接着他们就会开始他们的延迹 他们会洗手 虽然他们可能已经是洗干净手 才来这个延迹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食餐的过程 他们必须要行这个洗手礼 洗手完之后 他们就会吃苦菜 或者是吃无教饼 又或者是吃青绿的蔬菜 接着他们就会讲以色列人 如何出埃及的历史故事 当他们一路讲解的时候 他们又要准备吃这一餐饭的时候 就会作第二次的洗手礼 洗手完之后 他们就会正式吃这一餐的饭 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会有四次的举杯 第一次第二第三第四次 都是同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 有一节的圣经里面 有四个的动词 都是同神的拯救有关 在四个的杯里面 第四个杯就是以利亚的杯 他们举起第四个杯的时候 他们就会请家中最小的小孩 出到大门口那里 看看到底以利亚来了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尼赛亚来之前 必须要以利亚先来 所以他们认为尼赛亚还未来 他们现在要等的呢 就要等以利亚先来 不过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基督 就已经是尼赛亚 他已经来了 到底按照圣经的预言 谁是以利亚呢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施洗若寒了 他们吃完这一餐饭之后 最后他们就会继续来唱诗 直到他们累的时候 才会回到房间睡觉 不过在这个过程 由于有三个多钟头 所以一些小孩可能会很不耐烦 但犹太人很聪明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插入了一个环节 叫做Afi Coleman 就是说他们要找他们要收藏的无教饼 小孩每年都很开心等这个节期来的 因为他们吃这一餐饭的时候 他们就会越吃越兴奋 因为游戏的时间就来到了 每找到一块的无教饼 他们就会有一份的礼物 所以越找得多 他们就会越得到多的礼物 因此犹太人就能够可以保存这个节期 令到每一个小孩都很期望 在当中可以是很快乐的去过遇月节 好 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